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在我去青藏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了我在越野方面的那一些小天赋 我一直很隐藏我这种天赋 结果最近给我来的车吧 都是硬派越野车 人家BJ40这来个BJ80 这个BJ80啊 是个3.0T的版本 V6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280匹 最大扭矩是420匹 你知道我对这个大排量车这种痴迷 就在高速上我们开 这车大吗 非常大 长4765 高1985 轴距达到了2米8 这么一个车 随惨随友 走走走 我不需要任何流线性线条 我就大油门 我就顶着 我就有劲 就这种感觉 非常从容 它比小排量车少了那些嘶吼感 多的是那种从容感 如果说我这台车有什么最大的喜好 就是大扭短发动机 加上了8D变速箱 这是我最喜欢 最喜欢 长度跟高度我们刚才说了 那高度比原来少了两斤里面 这什么概念 就基本上你下地库如果相高2米的话 一个是进得去 一个是进得去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是原厂的一些数据 因为这不是山吗 我们是来越野的吗 是不是玩来的 它原厂的设位深度是60厘米 原厂的月豪的宽度是55厘米 然后月丈的高度是35厘米 接近角39度离去角是33度 然后纵向的通过角是25度 就这些东西数据上看起来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底盘这个车前面是双横臂 带螺旋弹簧的独立选价 然后后面是五连杆带螺旋弹簧的非独立式选价 我们要说的是它的悬架调的比较软和 而且它的悬架的这个行程是比较长的 这个在越野的时候是好 就是你不至于说 它好一点 但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吧 说实话我们刚才跑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在高速上稍微打一打方向的时候 会有一点忽悠感 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再调一下吧 别的好像就没啥了 科兴配置这车谈什么科兴配置 这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补助这些都没有 就有定速巡航 还有到车时候一些雷达 影像这种 流媒体后视镜 10.25寸的全眼镜仪表盘和8寸的屏幕 这个东西挺好 但是这个8寸的屏幕有该提高 它的逻辑和UI 我们觉得跟这个30多万的车不太符 这个时候要说一下这台车 现在的售价2.3T 那是269,800 然后这个贵点的3.0T的发动机的这个车 是349,800和399,800 别的就没啥了 准备进山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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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Z字弯你看见了吧 那个Pro其实直接上挺高的 正常如果你的车动力没有那么强劲的话 你应该拐个大弯 然后直着往后倒一点再直着上 然后这车这不是3.0T大排量是吧 就直接猛一把 其实我是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拐错了 就你越野的时候 你应该小心这种在草壳里 然后出来这么一颗石头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到这 说现在那轮台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还是蹭到这一块 没有把我的台币蹭坏 但是吓一跳 如果要是蹭到这儿 他把台币搁一个口子出来的话 那接着我们可能就在这儿等着脱水了 小心一定要小心 我可以说两点了 我十分后悔没有带只烧鸡上来 现在只有 就这个车 其实就它的配置而已 你想在越野的时候 它只有一把后桥传送锁 而且它没有前锁和中锁 但是今天这个路段 由我轻松地开上来了 我没有膨胀 一点都没有膨胀 其实在我看来 这台车 应该是有三种消费人群 第一种呢 我有30多万 我想买个大排量 我想能够大排量大到 就是非常浑厚那种感觉 OK 他可能会买这种车 第二种呢 我不只有30多万 我有300多万 我日常是有一台豪华车带布的 我有舒适性 但是我需要一台大玩具 注意我强调的是大玩具 这个合适 3点多排量 然后你别管别的 它可以带着你各种玩 然后哪坏了 修的也不贵 然后第三种就是 我只有20 30万 然后我想买回来以后 给它改改 改成那个啥 就像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样 我是觉得除了第三种 前两种我都能接受 也都能认可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句 就这台车 它最大最大最大的亮点 就是3.0T加8AT 在我这看来是这些 我不知道在你们那看来是哪些 但是可能还有它硬朗的外观 就到这吧 我要下雨吃烧鸡去了 我这看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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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